有一位来自新竹的外省人 居然跑到东台湾的花莲 传承太鲁阁文化 甚至靠着经营饭店 照顾原江的民众 房内的族人很感动 甚至称他为村长 随着原住民乐声望琴踩踏 来到花莲住宿 热情的原住民风味舞 是餐厅送给游客的必备小菜 原住民式的幽默 让晚会笑声不断 但这位主持人可是道地的外省子弟 跑到太鲁阁经营饭店 其实是不得已的选择 当时饭店经营不善 老东家不愿继续投资 时任饭店副总的他 干脆自己经营 而且员工轻易设施 当地的太鲁阁族原住民 饭店里卖的也都是 太鲁阁原住民的艺术作品 想要在原住民部落经商 谈何容易 不过郑明刚待人待心 和大火打成一片 57岁的郑明刚出生于新竹 外省第二代 但他认同原住民文化 甚至还开设关怀专户 比原住民更关心原住民 甚至员工直接喊他村长 我也吓到说 但是他感觉就是很像泰鲁阁族 因为他就是跟我们很融得恰 算上出太久 对 应该算上出太久 我就觉得他真的还蛮 跟我们蛮亲的男人这样 老师你好 不只和员工感情深厚 传统小木屋 环绕山旁的木雕 还有翻刀造型的指标 都是太鲁阁族的特色 郑明刚说 唯有呈现出当地本土文化 才能抓住旅客的心 尽管位处太鲁阁山区 却总能吸引港澳 新加坡 甚至欧美客比重 还有两成五 刀子朝外 刀子 那个有个架子 所以 你这挂歪歪的会做梦乱板 做梦乱板 真的很铃 很幽默 对 而且看这些小孩子 这样子 很好 很健康 真的是山上待久了 满满的原式幽默 营造最欢乐的居住氛围 只有高宫学历的镇铭钢 用真诚在原住民部落 替泰鲁阁族留下珍贵的传统文化 对着人 不让你到这些 明日新闻 吴贞燕 花联报导